大家好,我是妙妙老师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专利享受菌,享受更精准 那关于益生菌相关的健康知识 比如说益生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咱挑益生菌关键看什么 益生菌它该怎么吃 那像这些知识呢 张旭老师已经在基础般的益生菌课程中 给咱做了详细的讲解 我在这就不赘述了 那今天咱们重点要来讲的是 这个益生菌的新成员享受菌 它是如何帮助我们精准享受的 那提到益生菌跟体重管理 可能有的人就会问了 以往咱的益生菌 不就能够帮我们管理体重吗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个享受菌呢 那首先啊 妙妙老师想在这里跟大家说 用以往的益生菌来管理体重没有错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去调节肠道的菌群 那好菌多了 坏菌少了 自然就可以帮助我们多吸收蛋白质 多吸收维生素矿物质 少吸收脂肪 但是呢 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啊 科学家们对益生菌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在经过了层层的筛选 以及各项的试验之后呢 发现了有这么一株 它可以更加精准的 针对体重体质特别是内脏脂肪的益生菌 那这株菌呢 在2020年还获得了专利认证的授权 它就是乳霜奇感菌 CECT8145 当然这个啊 是它的菌出号 比较长也不好记 所以呢 咱们就把它叫做享受菌好了 那接下来呢 妙妙老师就要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那这个享受菌它到底好在哪 怎么起到这么精准的减重作用的 那它跟其他的解决方案如何结合起来 首先咱来说说肥胖这件事 大家是不是经常会听到身边胖敦敦们 会发出这样无奈的声音 比如有的人就会说 明明我也有运动啊 我也没有怎么大吃大喝啊 甚至啊 我还隔三差五的就去吃草了 怎么肉全长我身上来了呢 那还有的人会说 我呀 当年吃多少都不会胖的 现在可不行咯 我吃半碗饭那都能长成肉 当然这里面啊 一方面是跟肠道 对营养的吸收偏好有关系 另一方面呢 它也跟咱的身体代谢水平有关的 那还有的胖敦敦呢 它是属于 明明肚子都不饿 嘴巴就总想吃东西 可能刚吃完饭没多久 又想吃个甜品喝个奶茶 食欲旺盛的压根就管不住 要说啊 是嘴馋也对 但其实呢 这背后啊 也跟身体的很多激素的波动 是有关系的 那到了今天 相信各位伙伴们也非常的清楚 关于肥胖这件事情呢 它不仅仅是外观上的问题 其实啊 我们更在意的是 它对咱健康的影响 比如说像心血管健康的问题 脂肪肝 甚至啊 是儿童性早熟 发育不良的问题 它们呢 都跟肥胖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那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胖敦敦啊 它总是容易饿 代谢异常 其实呢 也跟肥胖带来的激素的紊乱 是有关系的 那这里面呢 就包括了对胰岛素的一个影响 那大家要知道啊 胰岛素呢 它是我们身体里面 唯一一个用来降低血糖的一个激素 咱们吃进来的这些淀粉糖类 它吸收了之后 就会进入血液成为血糖 那血糖最好的去处啊 就是去细胞里面分解跟代谢 那那些没被分解 没被代谢的呢 就会跑到肝脏里面去合成 加工成为脂肪 囤积下来 那血糖啊 要想进入细胞里面 它就得经过一道门 那这个门的钥匙呢 就在胰岛素的手上 得有胰岛素的这把钥匙 来开锁 开门 把血糖请进来 那这个过程完成了 血糖才能被分解 才能稳定 那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重点 大家记住啊 第一个呢 就得有足够的钥匙 也就是胰岛素 第二个呢 这个门锁 它得灵活 也就是说细胞啊 它得有反应 那这个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呢 我给大家讲讲哈 首先这个一型糖尿病呢 它是属于胰岛素 分泌绝对不足 也就是说 它的手上没有足够的钥匙 来开锁 来开门 所以呢 血糖就非常容易飙升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 咱就给它多配点钥匙 其实呢 放到现实中 就是注射胰岛素了 所以往往啊 一型糖尿病的人 它是离不开注射胰岛素的 而二型糖尿病呢 一般有两种情况哈 一呢 是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 也就是说 在外面排队 等着被分解的这个糖 实在太多了 这个胰岛素啊 它应付不来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咱就得叫来一些支援 去分解这些糖 那这个呢 就是降糖药的作用了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属于 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的 那它指的就是 这个门上的锁生锈了 钥匙呢 插进来之后 它也打不开这个门 这啊 在医学上 就叫胰岛素抵抗 这种情况呢 一样会让血糖发生异常 那肥胖的人群呢 它就更容易产生 这种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有一个说法啊 叫做 腰围越大 那这细胞就越不听话 它对胰岛素的反应就越不敏感 所以说啊 要想管理好血糖 想要血糖更健康 还是得减重 尤其呢 是要控制这个腰围 那男性的腰围呢 就不要超过85厘米 也就是两尺六 那女性的腰围呢 不要超过80厘米 就是两尺四了 那这样子呢 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 肥胖所带来的 胰岛素敏感性下降的问题 当然除此之外呢 大家还要去关注肥胖啊 它还会给我们带来全身的一个炎症反应 也就是说这个人一胖呢 他体内的这种炎症反应就会增加 也会增加他的这种氧化的损伤 当然这个炎症反应 大家可千万别简单的理解为发炎而已 它呀对咱们身体的各个系统 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甚至会引起肿瘤的发生 大家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好了我们也现在也知道了健康的体重有多重要 那怎样才能做到健康的享受呢 很多人就会说那不就是管住嘴卖开腿吗 确实是 但是啊大家也千万别忽略了 前面我们提到的肠道菌群 它会影响我们对营养的吸收 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代谢的过程 那如果肠道菌群紊乱 坏菌多了 脂肪吸收就多 代谢就容易变差 很容易形成一个易胖的体质 那相反的呢 肠道的好菌多了 那脂肪的吸收相对就比较少 能量的代谢也比较好 不就容易帮我们养成一个易瘦的体质了吗 那在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科学家做过的实验 科学家呢分别从胖人和瘦人的身上 提取出来它的肠道菌 然后移植到这个动物的体内 接着呢就给它们吃相同的一个食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 我们发现了 接受了胖子菌的这一组实验动物 它吃完了这段时间之后就胖了 体重增加 体脂肪也增加了 而有了瘦子菌的这群动物呢 它就没有长胖 维持了一个健康正常的一个体重状况 所以大家看 哪怕就是吃一样的东西 咱们肠道里面是胖子菌多还是瘦子菌多 结果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啊 管理好这个肠道 培养出更多的好菌 瘦子菌 这个也是咱们体重管理关键的一环 而享受菌呢 就是我们科学家通过精挑细选出来 瘦子菌里的佼佼者 为什么这么说啊 是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在享受菌的细胞壁上面 有一种活性的成分 它的这个结构比较稳定 在到达肠道之后呢 它可以发挥三大方面的一个作用 来帮助我们做好体重管理 首先第一个 它能帮我们少摄入 降低食欲增强饱腹感 第二个呢 它能让脂肪少合成 因为它可以提高 胰岛素的敏感性 改善能量的代谢 那第三呢 它还可以让脂肪少囤积 尤其是针对更容易引起 健康问题的这个内脏脂肪 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体重的管理 那我们分别呢 来通过下面三个实验 来看看享受菌都能起到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第一个作用 降低食欲增强饱腹感 当然了 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食欲啊 它其实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 您比如说 心情压力甚至是环境 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食欲 那如果排除了这些因素呢 其实啊 我们身体有一个激素 是可以直接的去反应 或者说影响我们的食欲和饱腹感的 那就是胃饥饿素 这个胃饥饿素的水平呢 越高 那食欲就显现出越旺盛 咱们想要吃东西的这个冲动 就会越强烈 而胃饥饿素水平啊 低了的 那食欲就会降下来 而且还可以有更强烈的饱腹感 那科学家们啊 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通过给实验动物吃享受菌 来看看这个 胃饥饿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差异 那大家可以看到 灰色的这个组呢 就是对照组 它们没有吃享受菌 而蓝色的这个组呢 是每天食用100亿的享受菌 12周过后 我们来看看结果 吃了享受菌的 比起没有吃的这个组 整整它的胃饥饿素水平 减少了50% 那这也很好的说明 规律的去补充享受菌 是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食欲 帮助我们增强饱腹感的 那第二个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提高 胰岛素的敏感性 改善能量的代谢 那科学家啊 为此啊 做了一个人体临床的研究 就是针对有肥胖基因的这个儿童 看看这个享受菌 能否帮助他们改善体内的 胰岛素敏感性 经过了12周的实验啊 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使用享受菌的对照组里面 这些儿童的胰岛素敏感性 反而是下降了 降低了16.7% 而在使用了享受菌的实验组里面 他们的胰岛素敏感性啊 提升了24.2% 这不就说明了 通过补充享受菌 是有效的帮助我们 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从而来实现对能量代谢的改善吗 那再来第三个实验 就是帮助我们去减少脂肪的囤积 那在这个实验里面 我们挑选来 有腹部肥胖的成年人 那在不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 以及运动习惯的情况下 每天呢 给他们吃100亿的享受菌 12周后啊 这个BMI 也就体质指数 还有腰围 内脏脂肪等等 都有效的减少了 那在这些数据里面 可能BMI跟腰围 大家比较好理解 但是这个内脏脂肪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在整一个实验过程中呢 科学家们是使用核磁共振 去看这个腹部横切面的脂肪的面积 然后再去计算它具体的数值 那在咱们的生活里面 要怎样的来知道 我们自己的内脏脂肪含量是多少呢 那一些体脂秤里面测出来的 一般来说都是全身的体脂肪 那内脏脂肪啊 往往都是通过估算出来的 那在我们全国各地的体验馆里面 也有inbody的这个仪器 也可以来帮助我们推算出内脏的脂肪 那在这里呢 特别建议大家 一定要定期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测 我们看看前后的一个对比跟变化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 带着咱们身边的朋友伙伴 一起来做这个检测 好了 那通过以上的这三个实验的验证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享受菌它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 少摄入 少合成 以及少囤积 更加精准地来实现体重管理了呢 那作为啊 一身菌的新成员 享受菌呢 也秉承着一如既往的优势 一样是可以做到 活 量 效的 首先呢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活 那这个菌株啊 它一样是足够强壮 能够耐胃酸 耐胆汁 同时呢 我们也给了它足够的食物 添加了双益生源 也就是这个菊粉和低聚果糖 给这些益生菌提供充足的食物 保证它可以有活力地到达咱们的肠道 而且啊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享受菌呢 它起到作用的这个成分 是在它的细胞壁里面 那结构相对来说 是比较稳定的 即便是灭活的状态 只要能够到达肠道 一样可以起到活性的作用 那再来呢 就是量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实验里面的用量 就是用到100亿 那一样的 我们就往里面 添加了100亿的享受菌 不仅如此 我们为了预防因为肥胖所带来的一系列健康问题 比如说像 氧化的损伤 炎症的反应 以及肠道免疫的缺陷 我们还往里面添加了 鼠里糖乳干菌 来起到 抗氧化 抗炎 以及提升肠道免疫的作用 所以啊 这里大家就记住了 这里面的菌量 一共是200亿 其中呢 专利活性菌是100亿 最后呢 就是孝了 我们前面也讲到 这株菌 它有明确的 权威的动物实验 和人体临床实验 来验证它的作用 而且呢 这个菌株也获得了 中国 美国和欧洲的安全认证 以及专利授权 这样可以确保我们用的 更放心 更安心 所以啊 大家记住了 享受菌 一样是 活 量 孝 三大优势 来帮助我们精准享受的 那大家平时啊 嘴馋了 管不住嘴的时候 或者呢 需要常常在外面吃饭 饮食比较油腻的时候 就别忘了 先吃上享受菌 或者呢 喝上一罐 添加了享受菌的饮料 也是不错的 而且呢 在这里 妙妙老师还特别想推荐给 产后想要快速 恢复身材的各位美妈们 以及总做着 容易有肚男的上班族 还有这些担心 年龄增长 代谢下降 容易发福的人 还有啊 大家可别忘了 咱家里的长辈 关节不好 没办法很好地保持运动的习惯 或者像小胖蹲们 他们正在长身体 不能通过节食来减重的 那享受菌呢 也可以帮助到他们 还有啊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我们身边呢 有很多人 是看着瘦 但实际上啊 内脏脂肪偏高 这种人呢 我们把它叫做瘦胖子 他们呢 也非常需要好好地去管理 肠道的健康 那在体重管理的解决方案的选择中 很多人可能会困惑 我们这时候到底该选享受菌 还是选复合菌呢 那和有专利认证的享受菌相比 过往的这款抑身菌 还有更丰富的菌种 可以在咱们的肠道菌群里面 打好一个基础 所以啊 简单总结地跟大家说 就是 复合更全面 先赢更精准 那当然 两个一起用 不就双管齐下了吗 好了 那讲到这个 可能也有的人会想问我 这个益生菌啊 它能多快看见效果呢 是不是我吃完了 就可以躺着瘦了呢 确实呢 在咱们的科学实验的过程中 并没有故意地去干涉 改变原来的运动和饮食的习惯 它一样可以起到 这样子的减重效果 当然这个效果呢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总是会因人而异的 而且啊 我们在这里 也是要特别地倡导大家 一定要树立起一个 正确的健康观念 我们要去建立一个 健康的生活方式 调整咱们的饮食结构 增加运动 这样才是一个 更科学 更健康的减重方式 那今天呢 关于享受菌 我们就讲到这里 最后啊 祝大家在 在专利享受菌的助力下 享受更精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